面相中一个人的鼻子比较高挺 并且颧骨还很高的话 说明他整个五官都是很好的 是天赐的好面相 这种面相的人一般来说都是有好的 也能够有很好的优势 也能够有自我意识 而且他们的财产很多 也能够享受 所以能够影响到他的人脉与财运 都是后天能够倚仗的一些东西 到晚年能够很富贵 也是非常发达的 子女孝顺 也能够继承自己的家业 老了是有钱又有福 能够做成很多事情 眼睛有神 面相中眼睛有神的话 说明整个人的灵气是非常好的 在生活中也是能够有好的运气 而且很多时候都是有自己的能力的 这种人也是能够更加幸福 在婚姻上也能够寻找真爱 能够有好的婚姻路程 也不会有不良的影响 在婚姻中也是天赐好良缘 能够有自己的婚姻运势 能够找到自己喜欢的另一半 生活能够很好很顺利 下巴方正 面相中下巴比较方正 并且端正的话 说明这就是所谓的 天格饱满 这个方圆 这种面相的人 稳中求尽 能够有好的面相 能而且在中年时 就能够兢兢业业 守好自己的本分 所以晚年能够有很好的才气 也是必定发达的 这种人的婚姻比常人要晚来的多 但是能够有耐心 就算是身边的人着急的话 自己也不会紧张 所以能够中年得子 运势也是极好的 能够老来富贵 要啥又啥 牙齿洁白 一个人牙齿是出纳工中的一部分 牙齿洁白的话 说明这种人能够稳中求尽 做事能够很好 而且能够天赐好良心 也能够有好的才气 在事业上能够成为很好的老板 能够很成功 也能够不会畏惧一些人眼 所以婚姻能够跟着自己的感觉走 能够活成爱情最美的样子 所以这种人能够福运滚滚 到老了之后 也有子女养又有福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月影 关注我和我一起传诚 感谢观看